好 接著到下一套 真是難文犯 其實我平時不認同這個字 我一直在近年中不太認同這個字 但到了這一季 到我不認同 雪凌終於成為一個難文 我成為一個難文 但我遺合這套難文犯只有十二集 看完就沒有了 對呀 雖然說這個是逐集 什麼 人們說是卑暴 還有十二集 你要明白 其實大家有聽開動畫無雙的 很多時候這些小品番 其實我是很少參與的 但大家看到近幾季 我參與得很高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 真的太良心了 發覺 我還要去到一個極致 就是什麼 當播放Hello黃金慶圖的時候 你這樣下去 我是從來沒有看過黃金慶圖的 然後你知不知道 我是要慘到 我下載第一季 再看第二季 繼續看下去 你講完樹齡是醒覺了 他講完樹齡是醒覺了 然後那一刻我就真真正明明白到 我真的成為了一個難文 最重要的是 你看了這個 今天你來事要點桃子馬了沒有 我還沒看過 我都想到 你的心靈光光了沒有 我都想到去找回第一季來看 你的心靈要光光的 每一天 我的心靈要光光的 每一天都要說 對 我都要說 我講回這一套 《幽災有章少女日和》的 repeat 即是第二季 一度的作品 沒錯 得仔訊 其實如果 預期說它是二季 不如說它是一季的外傳 雖然之前有第一期有OVA 第二期大家都等了兩年有多了 上次都一三年十月的 現在就七月將會播 大家都感激流淚 上一季大家又看完就知道 它有一些作品沒有做下去 現在就第二季叫補翻 如果看上一季 可能去過河村玩 即是有些上一季的劇情 如果大家記得第一季就OK 忘記記都沒有所謂 當新的劇情看都可以 所以這一套 我這樣說的 我覺得這次是比較零碎 我也是一個最大的想法 你會覺得有點亂 有些地方是 你覺得它可能是轉椅子 因為如果大家有印象 第一季其實是起初那段時間 大家可能不太明白 他們的幾個結構是怎樣 我覺得它是想把那些隙子 被人迷回 他又被追回的 好像一起上山 去河村玩東西 這些key word 你記得做過什麼事 是接到什麼位置 所以說你不熟 可以當作新故事 他這一套 好像我剛才說的 HELLO王拼圖 那種的意思 巨大 我已經知道 你們將會成為男人 看不明白 不要緊 看回第一季 你們就知道 我明白 樹林說比較零碎的意思 因為第一個很明顯 你會看到 例如Hotaru 剛剛從一個城市 搬進來的 鄉村的少女 她怎樣跟那些 有三個女生 大家一起玩 怎樣變成Komaru Hong 其實你說一開始 我們之前說 蓮華 一開始就是 因為其實老實說 你看這些作品 你很少可以去想 這套作品 不是向著之後繼續發展 而是中間插入的一些條件 就是補完第一季裏面的一些 個案情節 甚至就是蓮華 那一集是什麼 是第零集 其實是最一開始的 它根本是 幽州和少女第一季的第零集 我想其實 因為我會說 因為幽州和少女入和 上一季有少少隱藏的主線 那條隱藏的主線 是被Hotaru熟悉 適應和習慣了 享受農村的生活 他有很多劇情 就說 為什麼這個檔口沒有人看 因為那裡賣水果 只要自己給錢就行了 巴士員一個小時 出去百貨公司要走很遠 要踩單車才可以去便宜商店 等等等等 這個是一條隱藏的主線 明明跟觀眾一起 明白到原來一個農村的生活 這件事 我想這些劇情應該第一季已經融掉了 幾乎 所以第二季有一點提過這些 反過來 我覺得第二季 它說了很多農村生活的小百貨 例如 怎樣用草去引營火蟲 怎樣去吃一些 吃得的東西和不吃得的東西 分開 例如 一些小小的 怎樣去釣魚 那些東西 它說回一些小百貨的東西 多回以前 由荷特勒的小小的主線 去認識農村生活 這件事 或者這樣說 它還有另一個 比第一季不同的地方 其實它著眼了很多 就是在主線四位女角之外的其他角色 其實你見到登場率是高了很多 就是蓮華的二姐姐 之前你見到就是她從東京回來 但你見到就是 我的感覺就是 你又去過東京 第一季你見到這個人 沒有很多新角色 你不太知道她是誰 但你感覺到她是家人 第二季才會說 我去讀書時回來鄉下 就是這樣 所以見到就是 日映她那個角色是 多了我覺得 《丘州流一少女》 其實我覺得沒有上一季那麼好看 我也覺得是 那個感覺 因為本身可能劇情零碎 有少少零碎的感覺 每一集都銜接不到 每一集好像 他們的關係跳躍了之後 其實你會覺得 原來他們好像已經很熟 或者是突然說回不懂的時候 你會覺得 不是很適合《丘州流一少女》 看那種套路 我覺得是她多了一陣 鄉土情懷 鄉土自己熟了 鄉土自己熟了 鄉土自己玩熟了 就多於第一集我們看到 Hotaru搬進去 而大家是想Hotaru 去認識一下 農村是怎樣的 應該是怎樣的生活 是應該如何去發展 這件事 不過她在《丘州流一少女》 我覺得 雖然說她散了 但有一兩集都略為感動 對讀書來說 例如那集 講一下Lange 第四集 就是連華去養龍蝦 結果死了之後 Nazumi就去找回泥土 原來她把泥土放在泥土裡 結果把泥土裡撥回 找回泥土裡 把泥土裡放回 然後把泥土裡放回 其實她是說一種 我覺得是鄉土 鄉土情懷的傳承 她特地說這些 但其實很難 很隱藏 不是 其實日本就是教育 你怎樣 動物的生死問題 日本是有這樣的教育 但是我會覺得那一集 我自己都覺得那個題材很好 但是我最深刻的感覺就是拖得很慢 整個劇情真的 那裡拉了很多長鏡頭 對 拉了一個很慢很慢的長鏡頭 我也認同那一集 今季裏面是幾有亮點的一集 就是很有那種感覺的一集 尤其是因為本身就是 這套東西裏面 雖然說是四位女主角 但我想大家一致認同的 就是連說是這套東西的真正女主角 對 那個Lampasu也是她說的 而她的心理變化 或者她認識一些東西 你就會覺得 你好像跟她一起長大 這樣的情況 這個才是 其實這套東西裏面 其實大家 專策裏面 大家看的最核心那些東西 就是看她可能說 有時候要說一些很脫線的東西 或者突然間很老成的東西 你就會覺得 這個真的是小女兒來的 其實這個真的是 其實很多 如果想起 就算不論一季又好二季又好 其實很多比較感人的劇情 都是在連華身上發生的 例如一季那時候 就是連華遇到一個 跟她同齡的女生 一起玩了一陣 玩了一陣 然後她就走了 她很不開心 到上季就是 零食屋那裡 小時候跟她寶寶 那時候怎麼照顧她 中間又有了那個感情 反而她是連接回 我覺得第二季是連接回 零食屋的老闆娘 和連華的感情 所以其實我今季最感動的 其實是零食屋那裡 她踩單車那裡 感冒那裡 她感冒 還有她踩單車的時候 推了她出去 發覺她懂得踩 然後有一個鏡頭 就是她看著她 走了 這樣看著她 很感動 各位 零食屋 基本上你讀她是媽媽 因為我自己覺得要走了 怎麼辦 我覺得有點像 以前朱自稱的 背影 背影 那種感覺 很像 你要處理一點點 剛才零食屋應該是老爸 她應該像老爸那種感覺 她有個姐姐 有些心照不宣的感覺 最後一集 阿尼說了 那句話 其實是大家一種心照不宣 大家很老朋友 雖然說 她經常叫她 大家嘗嘗 大家嘗嘗 其實看上去 那種感覺 大家其實已經是 認識了很久的朋友的感覺 嗯 但是老實說 就是 故事 應該說 這些番組 很難用口去告訴大家 究竟 那個味道是什麼 沒錯 那應該要怎樣去領會 你一定要提 老實說 難民 什麼叫難民 的精髓嘴 就是 你一定要成為一個難民 你最多 我最多 聽到鏡頭很慢 節奏很慢 很多長鏡頭 很多很好聽的音樂 所以 氣氛很治癒 但是 你聽完之後 你不會覺得很治癒 你不會有一個衝動 又很想看 我跟你說 娛樂無窮 究竟有多娛樂 是很難去告訴你 你要去自己感受娛樂無窮 究竟 多麼好看 那些魚在游來游去 當然我不是說他願意 娛樂無窮 大家不要誤會 首先你要每一季看了那套難民 之後 心心受挫 心靈震驚 究竟不能入面 當然 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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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要知道 我們主持是很辛苦的 這個時候 你知道每季吸引這麼多這些 真的 嘩 我真的想說他 嘆為觀止的作品 這個時候 你開一套半個小時的難民化題之後 一倍速看著之後 我真的需要一個心靈的荒島 去美外居住 讓我可以移養心靈 那麽不可怕 不過 Norobioli 有一個高手 當然我們看 很多日常 例如 Yuruli 黃金病毒 或者其他 兔子 Chillmon Sagi 那些經常性 會出現一個問題 第二 就是不停會加很多人質 或者盡量加人質 而推到其他地方 其實Norobioli 相對說 加人質的速度 我相信感覺上是慢一點的 河馬 或者其實我會這樣說 這套東西 我會覺得是更加特別的原因 在於什麼 因為其他的 剛才你說的 無論黃金拼圖也好 Yuriyuri也好 兔子也好 其實 他們的套路 就是什麼 他們的環境其實是一樣的 他不會讓這個 有一個鄉島情懷 在這裡 而是他秉承著這個鄉島情懷的風氣 和風格 去做一套這樣的作品出來 就是 那些 其實 有些人說 純粹是紋回 人們會這樣稱呼 那些 但是 你很難稱呼 Norobioli在那裡紋回 如果你要我定義 我會自癒 就是很舒服 你點極限 最多是可愛 對 因為你紋回那種感覺 你有一點點的意思是 他只是看一班女生很可愛 賣完紋就算 就是那種的難紋回 這裡的難紋回 我生活裡面有很多東西 摧殘了我的心靈 我一個禮拜裡面 我需要避世 對 我那一晚 我看完這半小時之後 我睡覺會安然入睡 那種的難紋回 就是心靈雞湯 對 有一點點 不過我現在很難找 很難找 我真的說一句 你這些 跟中藥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就是有病 你沒有病的時候 你喝對當有益身心 但你有病的時候去喝 這些真的是 治癒良方來的 大陸 說到倒映彈 你老實說 當如果整個季裏面 兔兔 不要說兔兔 有一半好作品 這些作品是用來做什麼 調劑身心 強身益 感傷天化 是的 但當如果整個季 全部都是垃圾的時候 這些是什麼 這些簡直是治癒良品來的 那你有一套下落突 那當然有一套東西 等一等回 大家都當年看下落後 大家放心 這套東西我們一定是會說的 我知道很期待大家 我知道 你要明白 我看 真實說 今季很多東西都是看到嘔血 它是其中一套 我看到嘔血的作品 是的 不過雖然我作為 這一個是 優在喬少爺日和的難民 我都 很難 雖然我都期待了 這套東西期待了兩年了 第二季 但我也承認了一件事 就是 其實過了第二季 暫時要先看一看 不要再做 我覺得 因為我有一點感覺 那些故事已經差不多用完了 那你鄉土情就很難 那些故事是用得七七八八的感覺 尤其最後一集 給我這麼感覺 就是它真的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可以說 只要拍一個 不知道十五分鐘 六分鐘左右的長鏡頭 才會這樣做 或者這樣說 你知道嗎 對我來說的難民 真是甚麼呢 治癒心靈是甚麼呢 有一種平靜的感覺是甚麼 下木有人穿 其實是第五季 其實不是的 老實說 我的心靈是支持不住 老實說 他現在每季都叫做甚麼 下一季就是兔子 點兔 不是 那就輕鬆百下 我都要看第一季先 我都要 紋繫一點點 但老實說 老實說 你們這番組是這樣的 不用等甚麼 老實說 我真的是絕心亡 你真是一個典型的難民 他在病發的狀態也看到 現在有一個人在我面前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